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进一步更具体了 他说 Students specialize in a particular type of practical joke The hoax 这是个简单句 他说这个学生嘛 这学生有上下文就是大学生了 Specialize in 专门研究一种特殊类型的恶作剧 就是骗人去相信啥事情 骗人去相信一个假的事情 这个里面有一个幽默的用法 就是specialize in 它一般用在学术里 也就是专门研究 He specializes in physics 这个人专门研究物理学 但本文中表示大学生专门研究这个事 表示成天不干别的事了 这方面是专家用的比较幽默 专门研究就specialize后面加这次in 那么还有一个跟他同时可以记住的形容词 就是专业的 就specialized 特别好记 就把这个专门研究这个动词后面加个字母的 过去分词当中形容词来用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pecialized specialized 这个叫专业的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specialized knowledge 叫专业知识 知识这个词不可属于词 再比如说 specialized labor 叫专业工人 像什么木匠啊 像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 什么铁匠啊 像水暖工 水管工啊 就是专业化的工人 labor这个词表示工人 是不可属于词 在泛指劳动力 那么 左边是英诗 我们偶尔是没视频写 这个专业工人 我们在未来还会碰到 比如说 咱们看一看 在46课 212页 46课的第一句话 212页 课文的第一句话 他说 So great is a passion for doing things for ourselves that w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less dependent on specialized labor 我们自己动手 做事情的热情 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呢 我们正在变得 越来越不依赖于 专业工人了 主要专业工人 specialized labor 是不可属于词 好 本文中说 大学生专门研究 一种特殊类型的 这个恶作剧 特殊类型的恶作剧 有的人说 那个恶作剧 Practical joke 不是可属于词吗 这不是应该用 Practical jokes 用Practical jokes 是对的 但用本文中 Practical joke 这个形式 来得更为正式一些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在前面讲过 如果表示 把类型的 这个词放在前面 像什么 Sort Type 还有像这个 Kind 放在前面 那么后面 表示类型 这个词 如果是可属名词的话 可以当作 不可属名词来用 前面不加贯词 后面又不用复述 叫Practical joke 就好了 如果要是把 种类这个词 像Sort Kind Type 放到后面 把这个名词 放在前面来说的话 那么可属名词 一般用复述了 不可属 放在前后都一样 反正都不可属 但可属名词 有这变化 百分钟可以这么改 Practical jokes of a particular kind 或 particular type 这个都可以 这是旧的知识 咱们复习一下 这个知识点 最早在三十四课 就讲过 咱们看看 三十四课 这个句子 一百五十八页 第二行 到第四行 一百五十八页 第二到第四行 The more expensive kind of antique shop where objects are beautifully displayed in glass cases to keep them free from dust is usually a forbidden place 那些更加奢侈豪华类型的 古动店 就是那些奇珍异宝 被漂亮的陈列 在玻璃柜子里面 让它们不沾灰尘 这个古动店呢 通常是一个 令人望而生味 不敢去的地方 大家注意 前面说了 这个种类kind 后面这个antique shop 它用的是单数 既然用的单数 后面主位一致 那么主句位动词 后面依然用is 用is这个结构 如果要是用负数呢 负数就是把shop放到前面 种类放到后面 后面回到二就好了 我们看这么说也行 antique shops of the more expensive kind 后面大家定义从句 are usually forbinding places 就不能用单数 are 就用forbinding places 令人望而生味的 这个地方 在这儿呢 把种类放到后面 可数名词在这儿 要用负数 而在后面位移动词 用are 向边语变成forbinding places 变成负数就好了 这是一个 三十四个老字典的复习 就是种类在前在后 对可数名词的表达 是有影响的 不可数名词没有变化 它本来就不可数 这个注意啊 本分钟用的完全正确 好 那么当然后面那个 the hoax 就是做前面那个 practical joke的同位语了 这种恶族剧的类型是什么呢 就骗人相信一个 本来不真实的这么一个事 这个生死中讲过 这个hoax 前面加一个定乎的 也是表示一个类型了 就像指 马 可以用the horse 这不是特质 是类质 因为前面没有出现过 某一个hoax 这不可能是特质 那个hoax 是类质 表示类型 可以用定贯词 加单数名词 不定贯词 加单数名词 或者本身 用附属名词都行 先第一课说 美洲式pumas 可以用附属名词 也可以说 the puma 或者a puma 都行 本分钟前面没有出现hoax 那么这个the hoax 就是类质 表示这个类型的 这个恶族 定贯词 加单数名词就好了 好 我们下面接着来看 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又是一个 比较长的句子 Eviting the fire brigade to put out an un-extensive fire is a crude form of deception which no self-respecting student would ever indulge in 大家发现这么一个特征 第一句话 是一个比较长长的 一个复合句 然后第二句呢 就是刚才这个 student specialize in a particular type of practical joke the hoax 这个简单句 然后第三句话 又出现一个长长的句子 长短句相结合 也是句式变化的特征 咱们第一个 当然都不能 都用简单句 是不可能的 我们倾向用一些 比较高难度的复合句 但都用复合句 句式结构也单调 长句的中间 穿插几个短句子 可以让整个文章 更富于弹性 长要长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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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适 那么短要短的自然 这个长短句结合之后 确实是诵词的味道 长短句嘛 非常有弹性 好 咱们看第三句话 比较长 咱们先看看 里面的语法 成本的分析 第三句话里面 它的主句里面的 主语比较长 主语是一个 大大的 动名词短语 inviting the fire brigade to put out the non-existent fire 整个是个 这个主语 动名词短语当主语 就邀请消防队 来来扑灭 一个并不存在的火 到这结束了 是怎么样 它是主语 后面是细表结构 细动词是 表语是个名词短语 a crude form of deception 这是一种 低俗形式的欺骗 那这欺骗怎么样呢 没有任何有自尊性的学生 会沉迷于做这种事的 后面这个 which引导的 道具末 黄颜色 但是定于从具 修饰前面这个deception 这里面呢 有一些小支点 咱们复习一下 提一下就好了 首先这个消防队 叫fire brigade 咱们以前说过 这表示消防队 最用的英联邦国家 那么这个brigade 本身表示军队里 军师旅团 应连排班那个旅 在美国消防队 一般用fire department 李老师说过 但是后面那个put out 也是个重要的表达 就熄灭了火 或者是把烟头掐灭了 甚至是吸灯 关灯都可以用它 表示这个意思 我们有另外一个 大个的动词 可能经常可以替换 就是重要动词 extinguished 这两个词可以同时计 我们大事先读一下 第一个 那么联读之后 中间字母T 会轻轻啥震的 这个声音 大声没 put out put out 因为后面 前面那个O 后面那个L 声带都震动 联读之后 中间这个T 带着声带 就震动起来了 在那边 put out put out 后面这个词 中间这个字母T 本来发T 但在EX 它后面有个词X 这个S在作怪 所以也要着话 在那边 extinguished extinguished 都可以表示 熄灭或扑灭 后面可以跟什么 火呀 是个香烟 或者灯 都可以 咱们看一下 例子 put out the fire 或extinguished fire 扑灭了这场火 put out the cigarette 或extinguished cigarette cigarette 就香烟了 把这香烟给掐灭了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这个词 cigarette cigarette 就香烟卷烟 甚至把灯熄了 关灯 put out the light 或extinguished the light 这个两个词可以替换 本文中呢 是扑灭这个火 这个扑灭用put out 和extinguished 是不强调的方式的 总而言之 使火灭到就好了 那还有一些特殊动词的强调 灭火的方式 你比如说 有一个动词叫smutter 这个是表示把火给压灭了 它本身的意思 可以表示把某人给闷死 像当时那个武大郎 潘金莲把他弄死 就可以吃毒药之后 拿被子摁在脑袋上 不让他喘气 把某人给闷死了smutter 派生意是把火给盖灭 压灭 比如用一大堆沙子 一块湿布盖在火上 使他无法跟氧气接触 这就用压灭了 用这个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mutter smutter 可以这么来说 跟把妈妈弄死 这反应好像很像 本来就闷死 拍成一把火压灭 还有一个叫用水浇灭 叫quench 这个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第十二课 荒岛生活讲过 解渴有个搭配叫quench once thirst thirst 表示这个渴嘛 quench就喝水嘛 叫解渴 喝水来浇灭 这个嗓子冒烟了 用水把它浇灭 叫解渴 非常形象 在这拍摄意 就是浇灭 用水浇灭这个火 在那边 quench quench 是熄灭我的欲望 这个欲火 quench my desire 也可以用它 用火浇灭 还有一个是吹灭 还有一个是吹灭 这个后面也叫out 前面刚好加吹气这个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个词 blue out blue out 这个词也是表示把某个东西给吹灭 blue out blue是吹风 呼呼 被它吹灭 当然一般是什么蜡烛啊 或者打火机啊 或者火柴的小火苗 这大火不管用了 你说房子整个着了 你站在旁边 呼呼呼呼 那跟拉方向一样 越吹越大 那小火把它吹灭 可以用它 因为人吹出来的是二氧化碳 所以它能把火给吹灭 好 在幕后看 那么西面一个并不存在的火 是一个低俗形式的这个漆片 crude 低俗的 粗俗的 没品位的 这是在二十一刻咱们见过 富奇一百零六页的第四行 就是丹尼尔门多萨这个数 一百零六页第四行 有这么一句话 However boxing was very crude for there were no rules and a prize fighter could be seriously injured or even killed during a match 然而 拳击比赛当时非常的粗俗 非常没有品位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没有任何规章制度 非常野蛮嘛 一个拳击手 可能呢 在比赛期间受重伤 甚至直接被打死了 这个crude叫低俗的粗俗的 没品的 本文中也是一个粗俗类型的这个恶数句 这个form form其实就是在第三行 在我们课文第三行的第二个字 就是type 这个form在这不是形状 就是类型 种类的意思 这个form记住有这个意思 它是为了避免跟第三行第二个字type 避免重复 所以这个form here means a type of something 某种某个东西 咱们看一下例子 而且搭配呢 一般都是form of 跟这个type of 这搭配类似 我们看例子 a severe form of cancer 一种严重的癌症 非常严重的死亡率特别高的 这个种类form of可以用它 severe是严重的 再比如说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不同种类的政府 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政府 这个form在这不是形状 而是种类形式 类型 类似于这个type 或者kind 或者sort 都可以 好 那么是一种低俗类型的这个欺骗 怎么样呢 后面加定义 从就which no self-respecting student whatever indulge in 这个no啊 后面如果跟可数名词的话呢 跟可数名词单数是比较常见的 这no一般来说 可以把它换成not any 没有任何的一个 所以后面一般跟单数 更常见一些 所以后面用的是student这个注意 self-respecting表示有自尊心的 当然得注意 这个self-respecting这个形容词 一般多用在否定句中 一般表示 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会如何如何 一般这个形容词都用在否定句里面 咱们顺便可以把它搭配记住 no self-respecting 某某某人 would do something 这个一般都用would 这有虚拟语气的味道 no self-respecting某某人 会做这个事 而且后面的人一般跟单数就好了 咱们特别简单 随便很随口就能说这几个句子来 没有任何有自尊心的医生 会治病人与不顾 拒绝给病人治病 即便没钱的话就死扶伤嘛 医德嘛 没有任何有自尊心的医生 no self-respecting doctor 主用单数 would refuse to treat a sick person 去拒绝去治疗 treat在这不是对待是去治了 拒绝治疗一个病人 没有任何有自尊心的人 会这么说 这个医生会这么说 我们指一个组织也行啊 比如说没有任何政府 有自尊心的政府 会向恐怖分子低头 恐怖分子可以叫terrorist 那么向某人低头 好多表达 随便拿一个 我们可以 yield to no self-respecting 注意加单数 government would yield to terrorists 向恐怖分子屈服 我们顺便把某人 向某人屈服 这个动词也读下 yield yield 注意不及物 我们加接词to 向什么什么屈服低头 这是没有任何有自尊心的人 会做这样一个事 那么整个句子 我们把它复述一遍 这个句子特别重要 就请消防队来扑灭 一个并不存在的火 non-existent fire 是一种粗俗类型的欺骗 a crude form of deception 然后再定义从去 没有任何有自尊心的学生 会沉溺于这个事 whatever in doubt ever加强语气了 咱们看看这句话 咱们复述一遍啊 请消防队来扑灭 一个并不存在的火 inviting the fire brigade to put out a non-existent fire is a crude form of deception 再定义从句 which no self-respecting student would ever indulge in 沉溺于好了 咱们再说一遍啊 语速稍微快点 inviting the fire brigade to put out a non-existent fire is a crude form of deception which no self-respecting student would ever indulge in 咱们类似造个句子 别白服说 造个句子 考试中作弊 是一种很不光彩的行为 任何有自尊心的学生 都不会去做 就我们不会沉迷于 用沉迷于吧 偶尔做一作弊 可能是到无伤大雅 但是要天天作弊 每次考试都作弊 这就不好了 那么不光彩行为 叫disgraceful behavior 注意行为 behavior 本来就是不可数名存 disgraceful叫不太光彩的 graceful叫优雅的 很光荣的 disgraceful就并不太光彩了 好 咱们这个作弊可以用cheat 动名词用cheating就好了 咱们看该怎么说 cheating在考试中 in examinations is disgraceful behavior which no self-respecting student would ever indulge in 好 这个cheating呢 后面最好加一个 in examinations在考试中 因为cheat 这个动作不但可以表示 考试中作弊 也可以表示在比赛中 吃伟级药品 在赌博的时候 扔骰子的时候 用假的东西来作弊 都行 所以在考试中作弊 叫cheating examinations 是不光彩行为 disgraceful behavior 注意不可数名词 不能加冠词 然后加冠词 没有任何有自尊性的学生 用单数 would ever indulge in 臣女这个事 那么indulging home的 少的闭语呢 就是前面关系在此 which对吧 好 非常漂亮 下面咱们来看 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 students often create amusing situations which are funny to everyone except the victims 所以学生啊 通常会制造出一些 滑稽的场景 他对每个人来说呢 都比较好笑 都很好笑 就除了那些受害者 就被捉弄的人之外 他们笑不出来了 这个 句子比较简单 situations 后面加个定语 从去which引导 修饰这个amusing situation 就好了 注意里面一个替换 amusing situations amusing表示好玩的 滑稽可笑的 就相当于定语 从去里面的 which are funny to everyone 这个funny 跟amusing 明显是个替换 这两个词是同一词 一句话中 用同一个词呢 用词重复了 英语中重变化 所以这选择是对的 咱们把它倒过来用一下 倒过来呢 这变化就更多了 咱们可以用 students often create funny situations 在前面用funny 对吧 后面呢 which are amusing to everyone except victim 对每一个来说 都比较好笑 除了那说还说之外 对吧 可以把前面用funny 后面amusing 一样的 但是amusing呢 更多了一首 为什么呢 它可以直接用 这个极物动词amuse amuse就是表示 令某人觉得很开心 很好笑 令某人笑出来了 这个也行 那直接变得更简单 可以变成which amuse everyone except victims 因为前面是复数 所以amuse后面就不能加S了 它是第三人生的复数 好 我们再看这句话 students often create funny situations which amuse everyone except victims 这说amuse呢 更简洁一些 更好一点 也是避免跟前面funny 避免重复 这个写作中 避免词汇的 在相邻比较近的地方 用词重复 除非是拍笔句 这也是写作中 一个基本功之一了 好 这么这个第一段呢 先介绍了大致的背景 这故事的发声 在第二段的慢慢扑成开来 第一段 跟老师 我们先写到这儿 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就讲述了这个 恶作剧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这句话稍微复杂一些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在第三行逗号之前 这个万引导的 当然是个时间状益从句 当一个学生 当然是个大学生 有语境 最近呢 看到了两个工人 在干嘛呢 后面using a pneumatic drill outside his university 这是个 可以看作分词短语 这跟前面这个see 这个saw 动线是see 固定搭配 看到某人正在做模式 se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看到两个工人正在 在校园外面用风钻 就是开凿路面 这个pneumatic drill 一般是比较大个的 咱们可能道路施工roadwork 里面跟我 开凿路面的风钻 好 这个时间状益从句结束 然后呢 白颜色的可以看到 句子是主干结构了 他立刻给警察局打了电话 就报警了 and 引出第二个病例的谓语动词 主语还是he 所以就不用再说了 并且通知他们说 inform the net 后面那个那 从句当时说 inform the 病语从句了 我们说了inform somebody of something 但是这个off呢 在南大前面又干掉 因为大从去不用在接词后 同时他们说 有两个学生 two students 注意后面那个 dress up as workman 在这儿是过去分词短语 就后制定语 就非卫语动词里的 过去分词短语的后制定语 就被装扮成了工人模样的 两个学生 在这儿不是卫语动词 为什么 如果是卫语动词 后面那个war tanger up 就错了嘛 war tanger up 就是过去进行试 肯定是卫语了 两个卫语不可能撞在一块 所以在这儿是个非卫语动词 打腕成工人模样的两个学生 正在使用这个风钻 在开凿路面呢 这个通知他们说 说这个事 那儿地人到的病语从句 好 这个里边呢 重点知识比较多 咱们先看一个 这个就是报警 这个telephone the police 立刻给警察局打了电话 这是用打电话的方式来报警 telephone the police 当然也能用call the police 周证telephone动词之外 也能用call这个词 也是报警 咱们参考16课 74页第11行 咱们见过就可以放学用了 74页第11行 He told him he had better returned or he would call the police 他跟他说 你最好把这个羊赶紧还给我 否则的话他就报警 要call the police 跟这个telephone the police 有意趣通故之妙 很类似 好 这个报警呢 还有亲自到警察局去报警的方式也行 咱们看第19课 就是86页的第11行最后到第12行 86页第11行最后到第12行 这句话说 at first she decided to go to the police but 一开始的时候呢 她决定要去报警 但是怎么怎么样 这老太太决定报警 go to the police 这是用到警察局的方式来去报警 总之都能判上报警 形势不同 那么还有一个不强度方式的 就是我们在书后题出现过 你看在89页 书后题第二题的必选项 在89页 书后练习题第二题的必选项 出现这么一句话 Mrs. Ramsey was not to inform the police and had to pay 1,000 pounds 这个Ramsey夫人呢 不能够报警 并且必须支付 1,000英镑 这个报警 用这个inform the police 就通知警方 这个不强度方式了 甭管是打电话 还是亲自去都行 这都是指报警 好 本文中说 他立刻就报警了 并且通知警方说 inform them that 这是咱们讲过的固定搭配 inform somebody of something 但如果后面 这个事情是 that引导的必选从句 就只好去掉of 因为不用在接词后 是that从句的 突出标志之一 还有几个常见的 咱们复习 convince somebody of something 使某人相信某事 如果这个事情太常 是that引导的从句 得去掉of convince somebody that 使某人相信这个事 还有像 remind somebody of something 使某人回忆去某事 如果这事情 是that引导的从句 remind somebody that 同样得去掉这个of 再比如说 warn somebody of something 警告某人用某事 如果后面是 宾遇从句的that引导 warn somebody that 就好了 还有像常见的 assure somebody of something 让某人对某事放心 如果这个事情 是that从句 assure somebody that 后面这个宾遇从句 这个that引导 前面介词必须去掉 这是复习 本文中就这样 他们立刻通知警方说 怎么样呢 看宾遇从句里面 two students 两个学生 就两个大学生了 怎么样呢 dress up as workmen 刚才说了 这个dress up as workmen 这个dress 就是过去分子 也就是非为动词 当后置女装扮成了工人模样的 这么两个学生 这个它来自于 咱们在前面曾经讲过的 一个13课讲过的搭配 叫dress up as 装扮成打扮成 在这里面这个动词dress 既能是极物动词 也可以是不极物动词 如果是不极物动词 直接就是dress up as 就是主语本身 打扮成了什么 如果是极物动词呢 在dress后面加宾语 就把宾语打扮成什么 都行 那它本文中是极物 还是不极物呢 本文中是极物 因为不极物动词 不可能过去分子 不极物动词怎么用被动呢 在这呢 是极物动词 就被装扮成了 工人模样的两个学生 它是被装扮成吗 有过去分子吗 是这么一个 咱们先复习在13课中 碰到的这个用法 13课里用的是不极物动词 咱们看第62页 第4到第5行 62页的到第4到第5行 She intended to dress up as a ghost 她打算装扮成一个鬼的模样 这个装扮成叫dress up as 打扮成装扮成 在这没有下评语了 就主动她本身 想装扮成一个鬼 13课 咱们出现过 再比如说在本文中 就在40课的课文后面 在第11行 咱们看课文 就是本课中 本课中第11行 He added that add是补充说 他补充说什么呢 A student had dressed up as a policeman 有一个学生 打扮成了一个警察的模样 在这有主动词head 说明这肯定是位于动词了 这个dress up as 那肯明显是不极物动词 就是主一本是这个学生 打扮成了警察的模样 在这是不极物的 但在本文中呢 本文中是一个 这个极物动词 因为本文中过去分词了 极物动词主动被动都显了 我们再看一个主动的例子 They dress him up as a gorilla 他们把他打扮成了一个大猩猩的模样 这个时候这个dress呢 是极物动词后面加冰语 把冰语装扮成 本文中是这个用法 因为他后面过去分词了 被装扮成了工人模样的两个学生 然后后面 we're tearing up 那是唯一动词 正在开凿路面 就好了 这个我们看到 把什么什么装扮成 还有一个类似表达 咱们复习 在十三课当时也说过 就是disguise disguise somebody as 也是跟s打扮 把某人装扮成什么 但记住这个disguise 它只能当其物的词来用 把某人装扮成 是必须加冰语的 如果是主语本身装扮成的 只好后面加反身代词了 he disguised himself as 什么什么 把自己打扮成什么 他必须加冰语 我们再读一下这动词 disguise 装扮 打扮 咱们看这个疏护题出现过 咱们在结果在 在课文中好像没有 咱们看疏护题 在二十九页第二题的B选项 二十九页的第二题 往前翻 咱们看第四课里面 二十九页 第二题的B选项 这个二十九页第二题说 What did Alfred Blocks do for over two years 两年多来 阿尔弗莱德布鲁克斯 做什么事的呢 这个当然正确答案选C He led a double life 他过了一个双重生活 但B选项 这个语法是正确的 He disguised himself as a dustman 你看后面这极物动词 主语本身打扮成 主要叫反身代词了 他把自己打扮成 一个垃圾功的模样 这个搭配是正确的 但含义错了 因为本文中 这个阿尔弗莱德 是本来是垃圾功 把自己装扮成白领的 所以这个含义错 但是搭配正确的 把自己装扮成了 一个垃圾功的模样 那同样的 我们就可以用过去分词 disguised as 因为它极物动词嘛 过去分词可以当非位动词 装扮成了什么什么模样 而就用非位动词 就被装扮成什么模样 咱们看一下四册第九课 四册第九课 就是王室间谍活动 这个书中 一个片段 Alfred the Great acted as his own spy visiting Danish camps disguised as a minstrel 阿尔弗莱德大帝 亲自充当自己的间谍 那么装扮成了一个 引游歌手的模样 到了丹麦人的军营里面去 在这里面 这个disguised as a minstrel 明显是过去分词短语 非位动词 在这修饰前面这个visit 它前面这个visiting 其实也这个非位语 就第二个非位语 修饰第一个非位语里面的 就是动词visit 怎么去的呢 装扮成了一个 引游歌手的模样 到了丹麦人的军营里面去了 这个minstrel 就引游歌手 四册怎么回处 同样本剧中呢 一样可以换成 two students disguised as workmen or tearing up 后面是非位动词 前面是非位动词 做后知令语 修饰的两个学生 被装扮成了工人模样的 两个学生 把这个刀登轻 主动被动特别讨厌 因为英语中呢 像公式一样特别精确 好 再回到文章中 那么它说什么呢 the tear up the road with a pneumatic drill 正在用风钻 在开凿路面呢 这个tear up 这个tear 咱们以前讲 可以变成撕扯的意思 那tear up呢 有两个意思 另一意思 就是开凿路面 把路面挖开 有修管道 或者买管道 我们看一看一看 the plumber's tore up the road to lay a new water main plumber 就是水暖工 和水管工了 就安 或者修下之道的人 这些水管工呢 咱们把路面 给挖开 来铺设 一个新的水管 这个lay 在这里 就是铺设了 放进去了 这个main做名词 可不是主干道 主管 咱们在家里 龙头是非常细的管 但那路底下 就是很粗的主管道 就main 叫这个main 这个水管工 挖开路面 往里铺设了一个 这个 很粗的 一个水的 总管 可以这么来说 本分钟内地用法 开凿路面 用风钻 挖开路面 当然tear up 也可以做字面意思 翻译成撕碎了 这个tear 本身表示撕扯嘛 这up 比较彻底性嘛 use up 不是用光了吗 eat up 吃光了 tear up 撕碎了 burn up 烧光了 都行 你看这个例子 he tore up the letter with anger 他气愤地把这封信 撕成碎片 撕碎了 都行 都可以用tear up 这个tear 这个词表示撕扯 又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复习 咱们多次说过tear 可以表示撕 你看经常可以做派生意 你像我们说 the child's misery tore my heart 让我的心都碎了 这个孩子的苦难 让我的心都碎了 把心 撕拉 扯成两边 这个小孩子 你看 都八九岁了 上乘一腰才半斤 哎呀 太惨了 我心都碎了 tear my heart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tear something in half 或tear something in two 把某个东西一丝两边 可以这么来说 这跟我们以前讲的rip 类似R.I.P. 对吧 大家可能还有影响 或tear something to pieces 把什么撕成碎片 to pieces 跟这个搭配 也行 还有一个tear something away 把什么东西给撕掉了 扯掉了 卷走了 为傅斯比尔脱离离开了 哗叉一下 撕掉了 扯掉了 或卷走了 坐下来 请也订阅一下